野桑林离小院有几百不远 韩丽起先是慢条丝里地摘着叶子 可一听见不远处传来的踏踏马蹄声 便飞快折了一只 就使了轻功纵身往回跑 远远地就看见那离巴小院外头 有几匹高头大马立着 马上是几名身穿着黑衣的剑客 还有被蹙在中间 一席干青的人影 韩丽脸上露出意外之色 不是因为没有料到他们会来 而是因为没有料到他们来得如此之快 她是不知道 韩丽一连几日找不到一羽人影 就在蒲砖园外加派了人手 守株待兔 姚子七被一羽请去龙泉镇送信 一出现就被李太的人盯了 这便快马赶去京城寻人 那头跟了姚子七的驢子 摇晃晃地往山里走 沿途留下记号 半道上就被李太快马追赶上了 且说姚晃从一玉屋里出来 觉察到山林里来了外客 这便一头钻进了厨房 扯了正在切菜的姚子七 就从后院跳走了 卢氏傻眼地看着两妇女 当着她的面跳了窗子逃走 片刻后又听见院外的马蹄声 走到厨房门口往外一瞧 脸上顿时一阵复杂 直到那为首的年轻男人 冷着一张脸孔冲她点了下头 而后翻身下马 大步走进院子 她才赶紧踩着步子迎了上去 李太抬手免了卢氏的礼 视线在她身上一瞻而过 刚才在马背上 已将这小院打亮了个辩 这便直接看向院西那间 掩蔽的房门 一转身静止走了过去 卢氏几步快过她 在门前伸手将人拦了 压低了声音道 玉儿还在里头睡觉 王爷若是不闲 可否过旁听我说几句 李太目光在卢氏和房门之间 走过一遍 衡量之后 觉得人就在这里 跑也跑不了 放下心 便对卢氏点了点头 走到篱笆边上 那株树下 侧目看着不远不近 立在院中的寒历 抬手对院外的见客们 打了个手势 一群人便自觉骑着马 后腿分散 将这不大的小院子 给包围了起来 先请王爷见谅 卢氏行了个礼 事有紧急 那晚连夜带着小女出门寻衣 没能留下口信 想必是让王爷好寻了几日 李太脸色不变 很是难得地开口道 是本王疏忽 露了那边消息 没能尽早地赶去 让你们白受一场惊吓 卢氏两手叠在围裙上 揪了一下 苦声道 不怕王爷笑话 的确是一场惊吓了 那天 玉儿烧了一整日 从早到晚 碎碎念着胡话 最后晕了过去 若是晚一点送过来 没准人脑子就会被烧坏 再变成个傻子去 啊 你许还不知道 我这孩儿 生下来后 一直长到四岁 都还是个痴儿 李太本就因为一遇疾病 没能及时赶到脑着 听卢氏这么一说 便就沉下脸来 抿着嘴唇 看着那眼识的房门 倒霉对卢氏后面的话 不甚在意 一遇幼年吃傻的事 他早就知晓 卢氏续续说了几句 抬眼看一下 发现李太心不在焉 脸色一变 叹了一口闷气出来 拐弯抹角的话 我到底是不怎么会说 这便童王爷只讲了吧 这回鱼儿病成这样 养到现在都还没缓过劲来 我心里清楚 同您脱不了关系 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 我不打听 可我这当娘的 是有几句话不吐不快 卢氏顿了顿 手指在围裙上拧了个花 眼眶不觉开始发红 我这孩儿自小命就不好 您是知道我家里事儿的 他那两个兄长 好歹幼时也想过一场福 只他一个 还在娘胎里就跟着我奔波逃亡 一落地就吃了四年 万幸他好了过来 但是先天不足 一直就生得瘦瘦小小的 我们在乡下 虽不叫他干农活 可他个头不及我腰时 就开始拿针线 所以我学了女工 只为贴不家用 许是天可怜的 他过了吃年 竟是比寻常孩子 都要聪慧许多 又是个贴心骨子的懂事 吃喝穿戴 从来都不开口讨要 每每我给几个零碎 就被他省下来 给他大哥买了书巧 他小时候学字 都要堆了沙堆 拿树枝写话 要不就是捡了 他大哥用过的纸被 沾了溪水去写 逢年逢收 我买上几张麻纸给他 就要欢喜上好一阵子 知足地叫人心酸 我总也觉得 这般好的孩子 莫 莫不是投错了泰 才到我跟前来受苦的 卢氏捂着嘴 眼泪一连串地掉下来 撇过头 滴滴污液了一阵 李泰听着听着 便从心底 揪出一股酸涩来 背在身后的手 也握成了拳头 远处寒丽 若有所思地 回味着妇人的话 这是他头一次 听见卢氏 讲起孩子们儿时的事 随便抹了两下眼泪 不顾脸上狼狈 卢氏吸着气 继续道 后来的事 您就清楚了 我们一家 顶居在龙泉镇 起先靠着小买买迎生 他二哥 跟着大哥 在国子间念书 他便同我一道 气凿贪黑地 做了吃瓜串子 到京城来卖 等日子好一点 他又被收进国子间 我们母子 任了卢家 眼看着苦日子 熬到了头 谁又想 这方式老天 又要折磨他一回 先是我被人掳走 他祖父病逝 进而失踪 侄儿又吃了官司 最后丢了性命 卢氏声音 难以自制地颤抖起来 我心里清楚 这孩子最重情意 就是将我同他哥哥们 当成命桥 他一心都长在 我们三个身上 比谁都离不了娘 我只要一想 我在南兆 好吃好喝地过着时候 鱼儿他见一个人 在长安城里待着 他失了母亲 又没了相依为命的兄长 眼瞧着他大哥 远死在狱中 他 他乃是在十二啊 还是个半大的孩子 换作是我这妇人都爱不了 他一个孩子 是怎么熬过来的 若是能让他少受一份罪 我恨不得 刀刮了自己 替他受伤 韩丽身躯微微一震 听卢氏说的伤心处 竟是恍然想通了些事情 可他那会儿 在南兆再见了我 却是把事情瞒着 藏着我 连辛苦都不会像娘叫 只想着 不教我伤心 难过才好 你说 这世上 哪还有这样的傻孩子 他当别人的心 捧着 搂着 就当自己的心 不是肉掌的吗 卢氏拔高了声音 喝出最后一句 又低下头 无声哭了起来 李太静静等在一旁 胸中就如同雷鼓一般 一闷一震的 远比受伤流血 更要难受 这种感觉 促使他愈发急切地 想要看到他的人 想他死死地攥在手边 才能安心 院子里的气氛 很是沉闷 不知过了多久 卢氏滴滴的哭声 渐渐停下来 他拿袖子 蹭了蹭眼角 仰起头 以一个母亲的立场 一个母亲的固执 望着眼前的年轻人 紧紧地盯着他那双 不同常人的眼睛 不觉得惧怕 反生出一股 无人能比的勇气来 哪怕现在是皇帝 站在他面前 也休想让他退让半步 李太新觉 他将要说的话 很是严重 遍夜收整了面色 回望着妇人 就听他粗着暗哑的嗓子 声音堵塞 可听在耳朵里 却异常地清晰 育儿是个多疑的孩子 有什么事都会憋在心里 怕别人担心 就谁都不讲 这个性子养成 怎么也难改掉 王爷 您是个寡言少语的人 时间长了 你们难免互生猜疑 一桩银元 便做孽元 再叫他这般病上几回 早晚是会丢了性命 依我看来 你们两人绝非两配 我知道 育儿心里还念着 他大哥的事不肯放手 我会劝他的 若是王爷对他当真有一分情赞 请您这就回去吧 直当没有找到他 直当他是逃了婚 直当这世上没有他这个人 阳光正晒的中午 卢氏说出这句话后 眼前的年轻人 英俊的面孔瞬间变得阴冷 就连周围的空气都变凉 换作别人早就聚了 可他不会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母亲 卢氏并没承受多久 便被寒厉走过来 不着痕迹地护在身侧 这温文尔雅的中年人 脸上带着浅笑 似是半点不受李太气势所要 李太同他对视一眼 越过他依旧看着卢氏 素着一张脸 沉着嗓音回答 本王给过他一次机会 让他选 没有第二次 没有 他将没有两个字说得轻缓 可比任何语言都要来得认真 不加一丝犹豫在其中 这便是最直接地拒绝了卢氏的请求 而卢氏在短暂的沉默之后 竟没有坚持己见 他声音里透着圈圈的无奈 摇头道 当娘的都有一颗死心 我不愿看他现在伤心 更不愿看他日后受罪 但是 他的事还要他自己做主 我只劝这一回 你不愿就算了 他侧身指了指西屋 去看看吧 这孩子就连让你多找几日都舍不得 偷偷摸摸叫人去送心 只怕你为他担心 你 你要明白他的好才是 李太身体一僵 下河收起 稀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迈步朝前方的小屋走去 带手触到门板 滞留了一瞬 而后果断地将其推开 卢氏看着门被从里面合上 伸手接过了从旁递来的汗金 擦拭着脸上的湿路 扭头对上寒厉 落在他身上的眼神 那划不开的温柔 让他脸上发炯 你看什么 懒娘 我今日才发现 我竟又做错了一件事 你原谅我可好 两年前 他带卢氏离开长安的时候 疏忽了一点 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这个叫他爱了大半辈子的女人 已是一位真真正正的母亲 我就是不原谅你 你一样会厚着脸皮留下 卢氏朝厨房走去 韩丽在原地干愣着 忽然傻笑了一声 摸着鼻子跟了上去 卢氏走到窗边停下 探身往外看 姚大夫刚才拉着紫漆条窗子离开 你去找找 不用找了 有魏王在这里 他不会回来 咦 为何 难道魏王也要抓他 不是 这是一桩旧事 改日我再讲给你听 墙上开了一扇窗子 背对着外面的阳光 把这屋子照明 既不昏暗又不刺眼 屋里很简陋 可桌椅板凳都擦得干干净净的 空气里飘着一股清甜的苦药味 李太备守和尚门 一眼看到床上那薄薄的一层人影 脚步就不由放得清浅 李在床边 看着还在棉中的遗孕 李太目光沉淀着 他乌黑细软的头发 有些凌乱地扑在枕头上 饱满的脸颊扁了下去 圆润的下巴变得削尖 轻轻合上的眼睛 嵌在泛白的面孔上 一副病态 这模样尾时不算好看 可他就这么盯着它 看了许久 直到看得胸口闷热起来 他方伸出手 缓缓地落在他额头上 掌心有点冰凉 却也真实 他手掌顺着他发际的方向 贴着他的额头 轻轻地向后抚去 一下两下 等到第三下掠过他柔软的发顶 突然停了下来 将手收了回去 转过身背对着 因他看见他略微颤动的眼皮 还有皱起的鼻子 是转醒的迹象 一遇是被一股香气惹醒的 眼皮掀了好几次才睁开来 在床上躺久了也会头疼 不舒服地哼急了一声 又吸了两口气 那熟悉的味道 直接传入脑中 叫他一下子就醒了神 侧头就看见床边 背对着自己的人影 虽没有见过这身 干青色的袍子 可是那修长的身形 却是他再熟悉不过的 殿 殿下 一遇唤了一声 只是看着他的背影 便觉得眼睛变得酸涩了 可听见自己的声音 又懊恼起来 他嗓子本来就不好 这一病未遇 多了一层闷牙 活像是被掐住了嗓子的攻击 更难听了 他暗暗自嘲了一下 见那背影不动 他便试着撑着身子坐起来 乏力的症状未退 浑身酸软 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便让他鼻尖上冒出了几滴汗来 我以为你要到下午才能找过来 一想姚子七上午送信回去 他中午就出现在这里 一遇就有种满足的感觉 这种满足 让他直接忽略了 他没及时在病时赶去蒲针园的事 毕竟这也不是他的错 你以为 李泰学了他半句话 默然转过身 双目对上他安静的面孔 飞快地捕捉着他脸上每一丝表情 或是心悦的 或是意外的 或是温柔的 甚至是有一丝讨好的 但偏偏就没有一心半点的埋怨和不满 就如同在大芒山他死里逃生后一般 他该庆幸 这个女人容易知足地让人不敢想象吗 你怎么了 一连七八日没见 看出他不如自己这般高兴 一遇不安地拉了拉被子 轻声解释道 那天病得突然 这才没来得及寻到你就离开 没想到 韩丽会带着我来找姚不治 你放心 我现在已经没事了 没事 李泰面无表情地 看着他病奄奄的样子 扶下身 在他疑惑的眼神中 伸出手 捏住他削尖的下巴 力道大的 让他嘀呼出声 淋了一场雨就病成这样 你是何时变得这般若不禁风了 一遇不是没有听李泰说过难听话 但那次数微乎其微地少 愣愣地眨了几下眼睛 他这陌生的态度让他生了狐疑 忍住下巴上的疼痛又问了一遍 你怎么了 是不是京中出了什么事 李泰脸色沉下 冷声道 你还是先管好自己 除了给本王添乱 你如今还会做什么 一遇听着他的冷言冷语 有一瞬间喘不上气的感觉 我 我 对不起 他垂下眼睛 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明明难受得紧 可还是轻易地 开口向他道歉 也许是他潜意识觉得 的确是给他添了麻烦 李泰手指松了松 拇指摩擦着他被掐红的下巴 嗓音依旧听不出什么人气 说出的话 却让一遇一颗心仿佛坠入冰窖一般 本王娶你为妃 应了你生辰那时 那一半承诺 但是 你若成了累赘 本王不介意反悔另一半 魏王府很大 不怕多住几个女人 说什么 一遇缓慢地抬起手 握住了他 捏在自己下巴上的那只手腕 死死地握住 他两眼盯入他眼中 死死地盯着 若不这样 他怕自己会忍不住发抖 然后恐惧已经蔓延了他的四肢百害 他颤抖的声音 已经泄露了他此时的恐惧 李泰静静地看着他 呼得在脸上露出了一点冷嘲 毫不犹豫地开口 打算将方才的话 再说一遍给他听清楚 本王说 魏王府很大 不怕多 住口 一遇眼睛里凝着泪 一声嘶哑的嘀吼 几乎是使尽了全身的力气 扑了过去 一把抓着李泰的手腕 一手紧紧地捂住他的嘴 将他向后撞倒在地面上 整个人跌坐在他的身上 弯下腰喘着粗气 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他的额头上 住口 住口 李泰躺倒在冷硬的地面上 还是一脸平静地看着他 带着一些冷淡 也没人看见他虚浮在他腰侧的手掌 因为额头上一滴滴灼热的眼泪 一点点钻进 手背上榨起的血管都清晰可见 住口 一遇睁着通红的眼睛颤声道 不是 不是你说的吗 让我相信你 说你承诺的都会做到 可你是又要食言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 李泰不费力地握住他的手腕 将他从他的嘴上拿开 可你信我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